我们继续聊前列腺癌的话题 上一期呢我们详细的说了前列腺癌的分级和分期的不同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聊一下前列腺癌的分期 那给恶性肿瘤做分期呢 它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之所以分期呢就是要把这些患者的病情呢 给它做一个有效的区分 然后呢给它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前列腺癌 那如果说前列腺癌的分期它属于比较早期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 能够彻底的把这个肿瘤给切掉 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有机会彻底的根治 但是如果说这个分期比较晚啊 那么这个手这时候手术呢 它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而且呢还有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呢 给患者带来的创伤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般就不选择手术了 所以分期呢就是为了给患者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 那么像这个分期呢 它也是经过长时间摸索得出来的 所以他们也是在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会做一些改进 那么现在我们最常用的前列腺癌的分期呢 就是IGCC第八版的分期是在2017年制定的 那么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分期的内容啊 首先呢就是T分期啊 前列腺癌的T分期呢 如果不如果算上TX和T0的话 它有六个分类 如果不算的话就四个T1T2T3T4 TX呢它指的是这个肿瘤的原发肿瘤 无法判定 那T分期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它代表的是原发肿瘤的情况 TX呢就是说这个原发肿瘤 我不能判定它是什么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就基为TX 给大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啊 那最近呢有一个患者呢咨询我 他一个亲戚的情况 他这个亲戚呢是一个肾癌 肾癌呢肾上面长了一个肿瘤 但是这个肿瘤切下来以后啊 做病理不能确定这个肿瘤的来源 就是说啊病理也不能确定 这个肿瘤它是一个肾癌 还是从其他地方转移到肾瘤上面的 就找不到源头 那最后呢它的出源报告上面 就会写TX 像这种情况呢就属于TX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这里就不详细的说 那T0呢表示啊 就是原发没有原发肿瘤的证据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啊 不能判定它是一个原发肿瘤 那重点呢就是下面指四个 就是T1 T2 T3 T4 T1呢 T1呢它有三个子分类 T1的呃大的范围 就是指这种摸不到啊 就是说我们用直肠直诊的用手 是摸不到这个肿瘤的 然后呢 临床隐移型的肿瘤 比如说啊 T1I T1是什么呢 因为它在术前的检查 就是说呃 前列腺癌方面的检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比如说PSS正常的 然后呃直肠直诊的摸不到肿瘤 引向去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它有比较重的前列腺增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给它做一个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就是通过尿道呢 把这个前列腺给它掏一掏 让它的排尿更通畅 那这个掏下来的这个组织呢 其实是要送送点病理的啊 就是去做病理 那如果说这个病理发现 哎 这一堆组织当中呢 呃 有一些癌组织啊 那么这种 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这个 临床隐移型的肿瘤 就意外的发现 偶发的肿瘤啊 那偶发的肿瘤的话 如果说这个肿瘤的组织 占整个 就是整个切除下来的组织的 呃 5%啊 如果说它是小于5%啊 小于等于5%的话 那它就是 T1I 如果大于5% 那就是T1B 这就是T1I和T1B的区别 T1C是指什么呢 T1C是指 就是说啊 这个肿瘤呢 我摸不到啊 引上去呢 也没有 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 但是呢 它的PSA高啊 PSA比较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它做了穿刺 穿刺A 穿刺的结果呢 它是一个前连线癌 那么这种情况 就属于T1C 所以T1呢 就是比较早期的 就是用手呢 摸不到啊 或者就是这种 偶发的前连线癌 它就是T1 那如果说肿瘤呢 再往下发展 就是用手可以摸得到了 它就属于T2C了 但是T2C的大的界线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肿瘤呢 它还是局限在前连线里面呢 没有突破前连线 它就属于T2C 一旦这个肿瘤呢 突破了前连线 它就属于T3C了 那T2C里面呢 它也有三个指分类啊 那其中第一个就是T1A T1A是指什么呢 我们先说这个前连线啊 这个前连线呢 它是分为 就是左右两页的 左右两页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呢 就是只占到一侧液的1分之1 就是小于1分之1的话 那它就是T2A 肿瘤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呢 突破了一侧液的1分之1 那就是T2B 但是呢 它还在一侧里面 那如果说肿瘤 就是突破了两侧都有 那它就属于T2C了 所以这是T2C的 它的指分类啊 就是看它的范围 就分别分为T2A T2B和T2C 那如果这个时候啊 肿瘤再长大 突破了前连线的包膜 如果只是侵犯包膜 就是只是I道的包膜 这个还属于T2C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呢 突破了前连线外面 但是呢 只是突破了啊 就是外面呢 还没有就是侵犯到更远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属于这个T3C了 T3C呢 这个就属于T3A了 就是没有侵犯到其他的一些器官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呢 刚好侵犯到了金囊 它就属于T3B了 那侵犯到金囊就属于T3B 金囊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从侧面看啊 这个是膀胱 然后呢 这个是直肠 然后这个是前连线是吧 这个前面我们说过 那金囊呢 其实就在前连线的后上方 在这个地方啊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侵犯了金囊 那它就是T3B 如果这个肿瘤呢 只是跑到了前连线外面 就是侵犯了前连线包膜 突破了包膜 它就是T3A 所以这个是T3的分歧啊 那如果说这个肿瘤呢 它的侵犯范围更广了 比如说它侵犯了后方的直肠 或者呢 侵犯了这个上面的膀胱 或者下面的尿道 以再远一点啊 侵犯了周围的这个 这个膀壁 就是膀壁的一些肌肉 那它就属于T4起了 T4起了 所以这一套下来呢 就是肿瘤的替分期 原发肿瘤的情况 那N呢 它代表的就是 淋巴结转移的情况 NX啊 就不用说了 就是淋巴结转移情况不明啊 就是不能确定 N0呢 就是没有区域淋巴结的转移 N1呢 是有区域淋巴结的转移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区域 它周围的淋巴结啊 那M呢 它指的就是 有没有远处转移的情况啊 MX 就是说 呃 不能判定 它有没有远处转移 M1呢 就是有 那我少写一个 那M0呢 就是没有啊 那我们详细说一下M1 M1它其实也是可以有 三个子分类的 M1I呢 指的是就是 有远处淋巴结的转移 而不是局域 如果单纯只有局域淋巴结的话 我们就记住N啊 如果说有远处淋巴结 比如说 前连腺癌 它有一个 颈部淋巴结转移 或者这个 胸腔里面的淋巴结转移 那它就属于M1I 那M1B呢 是指由骨转移 如果说这个前连腺癌的患者呢 它发生了骨转移 那它就属于M1B啊 那M1C它指的是呢 就是 它有一些脏器的转移 比如说前连腺癌 它这个患者 它已经用脑转移了 那么我们就计为M1C 或者有肺转移这种 就是有其他脏器的转移 我们就计为M1C 那这个时候呢 就即便它有这个骨转移 有或没有都无所谓 它只要有远处转移 我们就计为M1C 也就是最高的级别了 所以这一套呢 就是前连腺癌的 整个一套的TM分期 就是详细的 详细的一套 就是临床分期啊 它是IJCC第八版的 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 比较好一点的肿瘤 比如说 一个患者的肿瘤 它写成 T1A 然后N0 然后M0 那这种呢 就是比较好 是吧 就比较早期的嘛 对吧 那如果说一个患者呢 它是就是T4 N1 M1C 那这种呢 它就不好 就是属于就是 很晚期的恶性肿瘤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前连腺癌的TM分期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 嗯